好 本劇出的好 出不出現了 結果卻發現 那麼醒來之後 出乎意料之外 我們說人都在旁邊 誰幹的活呢 工作幹完了 活見鬼了嗎 結果卻發現 而且確實令人不愉快 渾身精靈打了個冷戰 這是怎麼回事呢 鬧鬼了嗎 令人不愉快的 意料之外的結果 記住 結果卻 結果卻怎麼樣呢 發現後面家賓玉從去 Work had been done 工作已經被做完了 這是發現過去的過去嗎 過去反正是 Overnight 就相當During the night 在夜間 在這兒 是當父子來用 那下面交代 什麼工作被做完了呢 He had been cut and cow sheds had been cleaned 這個乾草已經被切整齊了 準備可以餵給馬牛了 並且這個 cow sheds cow sheds 就牛棚了 牛棚已經被清掃乾淨了 這個句子沒什麼說的 看裡面一些詞彙 首先讀一下這個乾草草料 曬好了可以給牛馬吃的乾草 因為剛割仙草吃完鬧肚子 晾乾了之後吃這個蛋白質高 這個營養成分高 我們讀一下這個詞 慢慢來 嘿 嘿 這乾草不可數名詞 這個詞是不可數的 後面那個牛棚 咱們再讀一下 單數去掉s cow sheds cow sheds 牛棚這個詞是可數的啊 乾草被切整齊 放在那個槽子裡邊 牛棚得打掃得乾乾淨淨 牛糞都沒了 嘿 這是怎麼回事呢 欸 工作已經被完成了 還有更邪乎的 有人還親眼看到鬼了 你看下一句話交代 這更離奇了 他說怎麼呢 A farmworker who stayed up all night claimed to have seen a figure cutting corn in the moonlight 就是有一個農場工人呢 就是那天可能呢 有事兒 這熬夜一宿沒睡覺 他就聲稱啊 曾經看到過一個模模糊糊的身影 還看不清楚 在月光之中收割穀物呢 這個事兒咱們一聽視覺的甚人啊 絕對著害怕 我們看看這個語法成分分析 平靜一下咱恐懼的心情啊 來看看這個 他怎麼說 A farmworker 這是句子主語啦 白顏色是句子主觀結構 那麼後面兩個動號之間呢 是個非現代性的動語從具 補充說明一下怎麼樣呢 就這熬夜一宿沒睡覺 這個工人 Stay up 我們原來在前面講過 Stay up 表示熬夜沒睡覺 咱們講過這個是複習了 來第二課就講過 然後呢 主句的微動詞是Claim to have seen a figure 聲稱曾經看到過一個模糊的人影子 這個Claim是聲稱Claim to have done 這個在第一課 A puma at large 我們就講過 聲稱曾經做過模糊 用Claim to have done 用不定式的完成式 為什麼用完成式 咱們以後解釋 這個咱們第一課不見過 聲稱看到過美容詩的人 見過這個結構 這個figure這個詞意思特別多 本文中 叫做模糊的人影子 朦朧的人的形狀 這個我們在第二課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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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等於一 那課書見過 他在手電筒的光線中 看到一個人影子 他立刻認出來了 是Beer Virgins 大家可能還記得 Danny figure意思特別多 我們還講過 表示著名人物 對吧 The colorful figure 一個多姿多彩的人物 21個Danny Mendoza講過 還可以表示體型 How do you keep your figure 你怎麼保持體型呢 還可以表示數字12345 都是figures 可以這麼說 然後看到怎麼樣呢 Cutting Corn in the Moonlight 在月光之中 正在收個鼓 這個畫橫線的部分 可以看到是跟C 構成一個固定搭配 See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看到某人正在做某事 這是固定用法 好 這是語法結構的分析 下面我們看一看 一個重要表達就是熬夜 它並不是表示失眠 失眠是想睡睡不著 熬夜是我就不睡 我有事兒 沒睡 stay up 或者用sit up 都行 你不睡覺腦罐衝上 你要睡著了腦罐就平著了 但我們再讀一下這段語 stay up sit up 都可以表示 熬夜不睡覺 它表示有事情 不是想睡睡不著 就是不想睡 我們看例子 he set up all night preparing for the exam 這種sit up 一般規定是 這個例句咱們見過 怎麼樣呢 他熬夜熬了一宿 為第二天的考試做準備 本文中後面也是叫做all night 一宿沒睡熬了一宿夜的 這個人 叫做熬夜 而不睡覺 咱們回顧一下 以前講的習慾 先複習再學新的 我們以前講過 點燈熬油 熬夜 有一個詞跟中文的熬 那個字類似 就是burn the midnight oil 點燈熬油 燃燒午夜的燈油 那歐洲古代也是燒油的這個燈 煤油燈這種 叫熬夜 我們大聲再讀一下 burn the midnight oil burn the midnight oil burn the midnight oil 就是去熬那個午夜的燈油 燒這個燈油 也燒熬夜 那麼長期這樣呢 這個人被稱為夜貓子 大家還記得 我們大聲再讀一下 a night owl a night owl 這個 owl 就貓頭鷹夜貓子的意思 就是愛熬夜的人 這不是真的毛頭鷹了 對 愛熬夜的人 好 這是複習 我們還有一個這個搭配呢 就稍微新一點了 就是 為了等某人回家 而沒睡覺 這個叫wait up 如果表示等某人呢 可以叫for somebody 跟那stay up 可以同事寄 stay up是熬夜 不知道為了什麼 這是為了等人回家 給他留個門啊 要不然不知道怎麼回事 不放心嘛 等著他回來 我們來大聲讀一下 wait up wait up 不管怎麼樣 腦罐衝上 後面這件for呢 是等這個 這個等某人呢 我們看例子 I should go Mary will be waiting up for me 我說不行 我這天不早了 我得走了 為什麼瑪莉呢 可能還在家等著 我還沒睡呢 這不知道怎麼回事 老公怎麼還沒回來呢 Mary will be waiting up for me 等某人回家 而沒睡覺 很不放心嘛 wait up for somebody 可以順便記住 好還有一個 我們呃 是表示想睡睡不著 大家還記不記得以前說過 輾轉反側難以入眠 就是咱們說過的一個 押韻那個短語 我們大聲再讀一遍 toss and turn 再來一遍 toss and turn 這是押韻的 toss 是拋上去 turn是轉過來 一會兒拋上去 一會兒轉過來 就是我們這遮餅呢 在床上拿大頂 方跟頭的 總是輾轉反側 這個輾轉反側 跟toss and turn 非常類似 咱們回顧一下 以前聽過的一個聽力真題 好就這麼一句話 咱們再聽一遍 同時看看應該選哪一個 好就這一句話 那abcd哪一個表現出了 這個女的說話的這個含義呢 應該選d 對吧 正確答案是d選下 i was overtired and couldn't sleep 我呢過分的疲勞了 並且睡不著覺 累了好睡 那過分累過頭了 渾身酸痛 倒睡不著了 表現的這個意思 我們看看原文中是怎麼說的 看著原文再聽一遍 Question number eleven Last night i tossed and turned in bed too exhausted to sleep 他說昨天晚上last night i tossed and turned in bed 我在床上靜遮餅呢 輾轉反側難以入眠 太疲勞了而睡不著 tutu結構一般可以翻譯成太怎麼樣而不 剛好正確答案呢 是d 我是過分疲勞 並且睡不著覺 我們再讀一下段譯 toss and turn 輾轉反側難以入眠 這個多數是複習 我們不能光複習 溫故還得知心 我們再看一看 在這個這個 以前第十八課 遠離第二課 後面十八課 講誇張的修詞的時候 講過一個搭配 一熊眼都沒喝一下 就not sleep or wink 或者叫not get a wink or sleep 都可以表示一熊沒睡 就一熊眼都沒喝一下 wink 就眨眼的意思 the girl is winking at me 那個女孩 我眨眼 我幾個眼 使眼色 怎麼說 這個如果連眨眼的睡眠都沒有的話 那不可能嘛 你眼睛十分鐘不眨 亮乾了就瞎了 這是誇張 就一熊眼都沒喝 跟重點眼都沒喝一下 是類似的 我們大聲讀一下 not sleep or wink not get a wink or sleep 第一個sleep是動詞 第二個sleep就名詞了 在那邊 not get a wink or sleep 就是一熊眼都沒喝 就靜熬夜了 我們看例子唄 I didn't sleep a wink last night with all that noise 我說因為有這麼多的噪音 所以我一熊眼都沒喝 根本就一秒鐘都沒睡著 眼都沒喝一下 或者用第二個搭配帶進去 I didn't get a wink of sleep last night with all that noise 因為有那麼多噪音 所以我一熊眼都沒喝 這也是表示沒睡著 這個不是有心事 而是外邊有噪音 總之沒睡著 眼都沒喝一下 可以這麼來說 好 這個記住 我們順便再看一看三策中另外兩個 有關睡眠的特別精彩表達 咱們在相同那個語境下就好用了 比如說咱們看看四十四個 就是這個二百零四頁的第七行 二百零四頁的第七行 看他怎麼說 他說 During the day sleep comes in snatches 在白天 我說忽睡忽醒睡不安穩 這個snatch當名詞可以叫片段的時間 就是十分鐘五分鐘一小段時間 就是snatch 那麼睡眠怎麼來呢 是一段時間一段時間來的 後面這個in snatches 本身就表示斷斷續續的 什麼意思呢 忽睡忽醒 這是形容在火車上 總一來回搖晃 睡一會醒了 睡一會醒了 睡一會醒了睡不安穩 忽睡忽醒睡不安穩 忽睡忽醒睡不安穩 用我們大聲多變 sleep comes in snatches sleep comes in snatches 忽睡忽醒睡不安穩 也是描述的特別穿深 順便我們舉一反三再看一個 你看依然是在二百零四頁 四十四個 第七行 同一行的開頭 同一行的開頭 二百零四頁第七行 就在剛才那一行 在開頭 出現一個 lows you to sleep 那麼動詞原型呢 就是把這個s去掉 第三聲單數 lows somebody to sleep 這個lows表示 come down 使某人安靜下來 平靜下來 就是lows them to 使某人沉沉睡著了 使他安靜安靜安靜 最後閉眼睡著了 哄孩子睡覺也可以 allow the baby to sleep 哄猛兒睡覺 或者沉沉睡去 都行 這個我們不妨來看一個簡單句子 比如說我說這麼一個中文 我說這夢幻般的音樂 使我沉沉睡去 本來就有點困 聽著像夢一樣的這個節奏的音樂 像恩雅那個 哄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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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The dreamlike music allows me to sleep 依然第三诗单数加S 大家看到就使某人沉沉睡去 好 这个相关的搭配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再回到原文中 一个熬了一首一二的一个工人怎么样 Claim to have seen a figure 声称曾经看见过一个人影子 这个Claim to have done 这是第一课知识复习 就声称曾经做过某事 咱们说过 如果声称去做某事 这Claim to do 为什么用不定式的完成识呢 非常简单 我们以前说过 用动词不定式的to have done 这动词不定式的完成识 什么时候用呢 就是它表达的是 这个动词不定式里边这个动作 就是后面这个do这个动作 发生在中心动词之前 就是声称曾经做过某事 做这个事是先发生的 声称这个中心动词是后发生的 所以声称曾经做过某事 用to have done这个结构 那同时说呢 过去的过去发生 这种不可用实态来表明吗 这没办法了 为什么呢 因为Claim这个动词 它搭配就是claim to do 它必须用动词不定式的固定搭配 动词不定式 一般都表示要做的事情比较常见 但是这固定搭配必须用to do 我还要表达它发生的更早 没有办法了 只好用to have done这个形式 能理解了吗 就是搭配决定 它必须用动词不定式 但我还要表达动词不定式动作发生的更早 怎么办呢 就用动词不定式的完成式 to have done 声称以前做过某事 声称是后发生的 做这事先发生的 本身声称看到过这个人吗 是这个意思 我们再复习一下第十四页 第一课 十四页的第五行到第六行 十四页第五行 是特别的相似 大家看到了吗 声称看到过美容诗 看美容诗是先发生的 声称是后发生的 就好了 这是我们以前的旧知识复习 那还有在新干年二册 其实就出现过这样的搭配 咱们看新干年二册的第八十二课 就是是鱼还是腰 这棵树 二册的第八十二课 出现了这么一句话 其实就是八十二课的第一句话 Fishermen and sailors sometimes claim to have seen monsters in the sea 渔民们还有船员们 有的时候声称曾经在大海里 看见过怪物 那么声称是后发生的 声称看到过 to have seen 还是这个结构 跟本文中声称看到过人影子 很类似 但如果声称做某事 不是声称做过 那么用claim to do就好了 这不强调这事先发生了 我们看例子 咱们见过这个例句 So far no organization has claimed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accident 目前期间为止 没有任何组织声称 对这个事件负责 你看它不是声称 在去年曾经负过责任 就是声称去负责嘛 这里用claim to do就好了 就不用to have done 这个结构 好本文中是声称看到过 一个figure咱们说了 模糊的人影子 cutting corn 就是收割古物 cutting是跟前面c搭配 they have seen 那个libergo see 看吗 看到某人正在做某事 corn 这是古物装甲 在哪呢 在月光之中 在月光之中用的是 in the moonlight 在月光之中 这个好记 那在阳光之中呢 在阳光之中表达可就多了 我们可以说 in the sunlight 可以 in the sunshine 可以 甚至in the sun 也行 we are all lying in the sun 不能说我们都躺在太阳里边 那就死了 它在阳光之中 这个sun 表示阳光 也是不可数名词 那么sunshine往往来的比sunlight 有更加强烈一些 普照的阳光 但一般都是阳光之中 但是在月光之中 就不能说in the moonshine 没有这样的词 也不能说in the moon 更不可能了 in the moonlight 或者你可以把借词变一下 叫做by moonlight 这是可以的 in the moonlight by moonlight 借着月光 这可以 本文中说 在月光中借着月光的输国骨 这是可以的 哎呀 这个一穿十 十穿百啊 这个大家可能都公认着 确实这农场上呢 有鬼了 有鬼了 所以下句话说 in time it became an accepted fact that the Cox brothers employed a conscientious ghost that did most of the work for them 这个慢慢的 这就变成了公认的事实了 什么呢 就是考克斯兄弟啊 雇用了一个认真负责干活的鬼 这个鬼把多数的工作都给他们做了 这个鬼就不用给工钱了 鬼还不吃饭 这不转了吗 这个 哎 这么来说 这个看看这句话语法成分 这个in time 是个时间状语 不能翻译成即时地 注意这多一词啊 in time可以表示即时 he came back in time 即时回来了 但本文中表示 逐渐的慢慢的 经过适当的时候 这是个习语 一会咱们会讲解 慢慢的 然后后面的主观结构是 it became an accepted fact 这变成了一个被大家接受的事实 就是公认的事实了 什么呢 that从句一直到句末 这是什么 是什么从句啊 我们看到好像是同位于从句 其实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 这个it became an accepted fact 这变成了一个公认的事实 这是指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个it 是一个形式主义 也就是后面这个 那从句到句末 这是真正的主义从句啊 这变成公认事实 就后面这个事呗 所以这是主义从句 而不是同位于从句 咱们这个书后 这个新概念 书后注释 这个出错误了 什么呢 就是卡古斯兄弟 雇用了一个认真负责的鬼 后面再加定义从句 就是牵套在这个 主义从句内部的定义从句 这个定义从句了 来修饰这个鬼 因为鬼不是人 咱们一般就不用who了 就用that就好了 那this mostly work for them 为他们做了大部分的工作 就这么一个结构 好 咱们看看里面的一些细节 首先第一个 就是重要的这个搭配 就是in time 叫逐渐的 慢慢的 经过了适当的时候之后 就如何了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in time in time 当然它可以表示及时地 有这个意思 he came back in time 及时回来了 咱们说过 但本文中是多一词 翻译成逐渐的慢慢的 you get used to it in time 你慢慢就会习惯他了 慢慢的逐渐的 经过适当时候 就怎么样了 in time 本文中也是慢慢的 大家都接受了这么一个事实 是这个意思 跟它类似的搭配有好几个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in due time 也是表示逐渐的慢慢的 经过了适当的时候 或者我们用with time 也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慢慢就如何了 意思跟它是一样的 或者功夫杂一些 我叫with the passing of time 或者用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passage也是经过通过的意思 随着时间的流逝 就怎么样了 我们把后面几个大声读一下 in due time with time with the passing of time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随着时间的流适 逐渐的慢慢的就如何了 本文中注意用in time是正确的 逐渐的慢慢的怎么样 这就成了一个公认的事实了 前面这个it是个形式主语 在事实后面根本是主语重句 尽管一般在the fact后面 跟同位于重句比较常见 但本文中明显不是 它不是解释the fact是什么 而是这个这个中达真正主语的 因为前面it是形式主语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书后的注释 有些问题 咱们要是新版本的书 可能改过来了 咱们看一下教材143页 143页在上面的注释3 咱们看看 in time it became an accepted fact that 最后什么什么成了公认的事实 这个倒对 in time做中中于或最后 这个解释有些问题 最后发现逐渐的慢慢的 不是最后 它是经过适当的时候 这个解释不是特别准确 最大的问题在后面 这个nat引导的重句 做fact同位于 这个解释有问题 这不是同位重句 显然在此地是一个主语重句 因为前面it明显是个形式主语 这个万言社的这本书啊 英语部分是百分之百值的 咱们信任 这亚历山大这个原著作 是万无一失的 但是咱们中文的后面这个注释啊 译文呢 包括书后题的答案呢 个别地方还是有些小失误 可见这个中国人的智学精神 还是不如这个老外这么严谨 这老外之英语写作使人精确吗 的确新概念的英语部分非常之精确 值得咱们百分之百去信赖 好了 那后面再看主语重句 他说考古斯兄弟呢 雇佣了一个认真负责的鬼 这个鬼替他们做了很多很多工作 这成了一个公认的事实了 咱们看了半天了 咱造个句子吧 总不造句总觉得手痒痒 咱们试着来先看中文 哇 这个很复杂 现在在义务界呢 弥漫着一种不正之风 这已经成了公认的事实了 医务界可以叫medical field 叫医疗这个领域 弥漫着就有个事情很盛行 叫prevail 某个事很盛行 就是这个这个 弥漫在这个地方很盛行 一种不正之风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23课讲过 叫a bad practice 23课就是各有所爱那棵树 我们说一个习俗 一个风俗 一个惯例 叫做practice 就习惯性的做法 一个不好的习惯性的做法 就是a bad practice 这是不正之风 这已经成了公认的事实了 你看这 这个事儿太长了 在本文中 一样可以用这个形式主语 叫it became accept the fact 或者一般现在是 it becomes 也行 一公认事实 后面呢 就用主语从具吧 来描述这个事 就是一个不正之风 弥漫在医疗界就行了 然后描述是什么呢 医生给病人开出过分昂贵的药 而病人呢 在他们来讲呢 不得不给医生掏红包 以换取更好的治疗和更安全的手术 这个开药 有个动词叫prescribe 叫开药方 开处方 那么这个红包呢 这种中国专有的东西 咱们可以用汉语评用红包就行了 只不过呢 老外你看说红包 老外说是不是红色的包子啊 他不理解 那后面又同意解释 放在信封里的钱 他说哦 这是给医生就行贵 然后换取更好的治疗 better treatment 更安全守住 safer surgery 当不可除名次来用 手术 对就好了 咱们看看这句话怎么说 先用形式主语 it has become 就对现在有影响 has become an excited fact that 真正主语 a bad practice is prevailing 正在弥漫 在哪呢 in the medical field 在医道界 描述什么呢 这个doctor 医生们 prescribe 一般现代识 much more expensive medicine than necessary 比必要的昂贵的多的药 并且 and patients 加个查语 for their part 对他们来说呢 怎么样呢 have to give doctors 红包 给医生红包 是什么呢 money in red at envelope 红色信封里的钱 这明白了 来干嘛呢 for better treatment and safer surgery 当然这个不是给红包鼓掌了 这是句子造成了 但你看前面这个it 还是形式主语 我用完成时是强调 对现在有影响 但现在大家有公认呢 变成一个光光公认事实 然后主语从据 这个什么是公认事 这个事 后面是主语从据了 一个不证之风 正在弥漫 在哪呢 在医疗界 下面说呢 医生开出 比必要的贵得多的 这个药物medicine 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泛指是可以当不可数的 然后and patient for their part 有个搭配 就for once part 就是对谁来说 for my part I prefer to live in a city 对我来说 我喜欢住的城里 对谁来说 注意这个part 没有我担负出变化 for their part 不要用for their part 对他们来说 怎么样呢 必须呢 不得不给医生红包 再用这个这个这个 呃 引起来 什么是红包呢 就是放在红色钱包里的钱 钱是不可数的 为什么呢 为更好的治疗 和更安全手术 老师说过 surgery是不可数名词 但如果operation 就得用operations 这是一次两次手术 是可数的 好 这个第一段 就交代了这个农场闹鬼 但是读者还是有移动 这鬼谁见过鬼呀 究竟是不是鬼呢 在第二段第三段 又慢慢揭示这个谜底了 好 第一段跟老师先看到这儿